这两天我后台私信全是问我 想养一只兔兔当宠物 需要注意些什么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一无一时地告诉你 养兔小课堂开课了 问题一 兔兔能喝水吗 你小时候是不是听过 兔兔一喝水就拉肚子 拉肚子就会死 所以兔兔不能喝水的言论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个言论是错误的 这种喝水导致兔兔死亡的原因 是喂养不得当造成的 基本都是因为 为了含水量极高的青菜叶给兔兔 这样时间长了 不管喝不喝水 兔兔都会生病乃至死亡 作为家养的宠物兔 它们的食物不应该是 含水量高纤维量低的青菜叶子 而应该是经过科学配比的 兔粮加牧须草 这些干草类食物含水量极低 自然就需要给兔兔格外喝水 非常合理 问题二 兔兔是不是又脏又臭 这真的是冤枉死兔兔了 事实上兔兔不但不脏 而且非常爱干净 它和猫咪一样都会自己舔毛 正常吃兔粮的兔兔 身上都是草的清香 它们臭的原因也只是因为人类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的排泄物 猫咪要是没了猫杀 那可比兔兔的味道重的多的多的多 所以只要正常喂养兔兔 及时为它们清理粪便 兔兔的干净程度可以直接和猫咪化等号 问题三 兔兔的智商很低吗 这个得看跟谁比 要是跟狗比智商 那兔兔确实够弱智 二哈都不如 但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其实兔兔还是有很多与人类的互动行为 比如心情好会主动跑到人类面前求摸摸 甚至有些聪明的兔兔还会自己开楼门 总之兔兔的智商作为一个伴侣型宠物 那是完全够用了 总结 兔兔小巧可爱 性格温顺 不吵不闹 是仅次于猫狗的第三家庭宠物 但是买兔兔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品种选择 毕竟世界上有300多个兔兔品种 最大的弗朗德巨型兔有14斤重 而最小的荷兰猪如兔只有1斤重 它们的体型差距那是相当大 另外如果家中已经有猫狗了还想养兔兔 就要评估一下你家猫狗的性格是否足够文顺 有没有可能攻击兔兔 还要给猫狗做好体内外驱虫 避免感染兔兔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